初次跟曖昧男生出去的時候 就直接穿著件 蛋袍 怎樣 哇 辣妹耶 真的是很辣耶 你要有心理準備喔 你的小心臟 我怕你會受不了 你懂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網文 我是逸琳 今天來什麼企劃呢 今天是我的企劃啊 完全就是否你的 最近夏天到了 我的衣櫥又空了 不知道為什麼又空了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老是空著 總是缺那麼一件衣服耶 所以我今天要帶你來逛街 OK 但是不是 不是我帶你逛 是你帶我逛喔 因為我覺得 男生好像都有點不太 不太懂女生的衣服 欸你這樣在佔男女喔 沒有 不是所有的男生喔 那你懂是不是 我應該 略懂 略懂 你之前就跟我講說什麼 我有那種 短短衣服 然後後面是綁帶的 然後就說為什麼要綁那個 那個袋子很像捆豬肉耶 喔那是單一套件 喔是這樣 所以你的眼光也是覺得你OK的 我應該還算不錯的 因為我們來到後面 看到嗎 喔 AIR SPACE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做AIR SPACE 讓你挑六套 六套是嗎 幫我挑六套衣服可以嗎 OK啊 你的眼光我能相信你嗎 一定OK的 真的嗎 好那就交給你了好不好 好我們直接下來 對嗎不動手 然後進去看 來試挑一下好不好 就好 OK 好啦我們現在已經進來啦 沒錯 很多衣服耶 開罐開罐 那現在就由我來幫你挑衣服囉 好 那我又不能給你 不能給你想法 我先要環視一下 夏天的衣服就是一定要 女生 嗯 就是短 短嗎 就是要 就是要能體現一點 我總覺得今天的衣服 今天的衣服怎麼感覺就是很危險 然後今天來到這個AIR SPACE 我就覺得 看來有不少衣服可以 是你喜歡的是不是 好好體現一下 我們的身材 好 好 那我看一下 好你要找到底人 你要 我看一下 還是逛啊 想睡花 OK 嗯 不錯 每個都可以露你的 什麼 小蝴蝶袖 OK 最近有練齁 應該今天幫你配的衣服 你都可以駕馭齁 可以 應該是可以啦 可以的 我覺得 這邊的色系 比較亮一點點 蠻夏天的必須的色 對 好像這件 短髮 短髮 這件 好 看一下 我蠻喜歡這個顏色的 不過你好像有類似的 而且它是短板的 你看 放在我身上 快點 很好看 等一下 嗯 欸 你是不是有一件 只是說是白色的 類似 我衣服很多 我的衣櫥又空了 不知道為什麼又空 欸 不是說衣櫥很空 欸 這件感覺不錯 全是嗎 小洋裝 我看一下 喔 而且這個 背很好看耶 你試一下 背感覺很好看耶 就是它這邊啊 後面可以露你的美背 有沒有這個 你確定不是這個胸的部分嗎 你挑這件衣服 不是因為這個胸嗎 嗯 不完全 不 你應該要看看你自己的臉好不好 我說 嗯 不完全 不完全 但白色 嗯 白色的不錯 小公主 這個我覺得也不錯 蠻夏天的 哦 有哦 整個夏天 會怎麼唱來的 沒關係 可以不用音響 感覺這個很適合就是 野餐 露營的時候 有沒有 海邊 然後再配個帽帽 嗯 決定的是第一套就要挑這個嗎 不然你先試試看這一套好了 好啊 要再多挑幾件嗎 沒有我們一次一套好不好 不要心急 我們先挑一套 我剛剛好像要看到其他不錯的 我們先挑穿這一套 然後等一下再看 我先穿試看 不然你先去試穿這一套 好 那就等你換好囉 好 放好跟我說 很好看 我還蠻會挑的 真的嗎 我覺得我還蠻會挑的 這麼快就開始了 直接開始了 我覺得我還蠻會挑的 你喜歡嗎 好看耶 其實我也覺得你蠻會挑的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這個 嗯 各位我跟你講 這個重點在哪是什麼 怎麼樣 就是 你都手上去的 然後就在擦肌膚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就覺得 小鹿亂跑 這個是女生的小心機耶 這件我覺得 如果我要那個 初次跟曖昧男生出去的時候 就直接穿這件 蛋袍 好 而且他這邊有做這個 淘心嶺 就是他這邊就這樣子 這樣拉進去 對 如果今天胸很大的話就 我好胸幽 其實我覺得這樣穿起來就很有那種 休閒 但是又可以度假很淑女那種感覺 對好不好 欸等一下你看我還發現 他有口袋 他竟然有口袋 對 欸其實 大嗎 很大 趁機透明 就是洋裝很少會做有口袋的 如果他洋裝的時候 你手機你就得拿在身上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會拿在身上 他會拿給我 我要趁機爆料好不好 我拿給 欸然後我覺得啊 像海邊的話 我覺得剛剛這個白色的 其實我覺得也不錯 喔有喔 欸對不對 會搭會搭 白色的 然後再帶一個白 以為跳我哏 再 再帶一個白色的帽子 我覺得還不錯 欸很漂亮耶 而且你看配這個 就是白色的鞋子 不然我知道啦 兩套都買 那兩件我覺得都不錯 可以 我覺得這兩個一層都很百搭耶 那你這樣準備好 跳第二套了嗎 你剛剛去換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看了 我剛剛直接就看到這套了 發現他跟其他套不太一樣是 他有這個 你說 熊殿 我覺得你很 不是不是 我覺得你 怎樣 我覺得如果 依你 你是不想活的走出這個 陰影豐滿的美胸 再搭上 我們不要再強調好不好 再配上這個 哇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一定很厲害 你是喜歡這個 這種 沒有 這種 揍胸的感覺 沒有沒有沒有 我感覺這個會很厲害 真的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真的 你等一下試一下這個 而且他還有四個顏色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咖啡色的嗎 白色 容易長 容易長是什麼想法 那 指南想法 試試看紫色好了 紫色也比較亮色一點 你挑選顏色的那個 邏輯很奇怪嗎 思維很奇怪 那我覺得 你先再搭個褲子 這個 我看一下 褲子嗎 拿好我看一下 還是淺色的 看一下 覺得呢 都不錯 都不錯 那你先試試看這一套 看一下 跳完了嗎 這樣可以嗎 你不能問我啊 是你喜歡的就可以 我們今天是 男生們覺得可以嗎 怎樣 是不是 辣妹呢 Oh my God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而且 怎麼樣 聊一下頭髮 Oh my God 你不要把這個頻道拍這種色情好不好 這個這個不是我想這樣是 你看我就說這很厲害 你應該拍一下你的臉 你的臉很發自內心的笑 其實 不要再撞了 對於一個成熟男生來講 嗯 這樣子的服裝 真的受不了 我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意外的 上衣有嚇到我 因為你知道我 你現在是沒有穿美衣 然後他就可以這麼的 冷真 這麼集中 然後這麼 他這裡面有很厚的胸臉 他幫你 你的臉怎麼樣 其實因為我剛剛在猶豫說 要不要挑白色 但我發現其實這個色 這個紫色很好看 因為單寧褲剛好是藍色 嗯 就差不多 對 算色系比較接近 所以我覺得整個就很爛 而且這件衣服我覺得穿起來就是 現在夏天穿也不會覺得很熱 你這種服裝就是 你在台北街頭上這樣走 我跟你講一定 你被要爛 回頭率很高這樣子 對 超像那種韓牛 超辣的那一種 我剛才說 他裡面沒有穿內衣 然後還有一個軟鋼的身體 所以穿起來很舒服 雖然我不懂 我不懂那是什麼 我看穿你現在其實不懂 你繞一下我看一下背後怎麼樣 你這個腰 天啊 這件應該是因為他有收高吧 對 他的這個是高腰的 看起來腿超長 你感覺屁股好翹喔 其實我的屁股沒有到那麼翹 但我覺得這件牛仔褲 它有幫助我 就是 讓視覺上看起來其實蠻翹的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這個縫線 它就會把你這個屁 這邊的肉這樣子 視覺起來好像這樣 往後提的那種感覺 它口袋也做得比較小 就是整體視覺上看就覺得 哇 屁股很翹 它竟然可以剛好到你的腳踝耶 那你穿這什麼尺寸啊 這麼剛好 這個要問一下店員小姐姐 這個褲子的話 現在穩穩穿的是它的身高 所以它是165以上 有一個FML的尺碼 但如果像我這樣比較小一點 160的話 我就會有一個 160FML的尺碼 所以它是按照身高的 尺碼很多耶 對 所以如果你是150以下 它也有SFML 對 沒錯 全部有12種選擇 所以像小姐這樣子穿的 褲子就會完全剛好 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淺色我覺得也不錯 對 淺色也不錯 但是就是我想要選那個 我覺得你很會選你選深色 淺色我覺得搭白色那個可能也不錯 好像可以耶 有沒有 沒有 果然這四年還是有 我應該算有眼光的吧 這四年有訓練有試嗎 有 最近那個 怎麼樣 社群平台可能就花比較多 哦 沒有 那我們接著去挑第三套可以嗎 來來來 繼續啦繼續啦 嗯 是不是有點不知道要挑什麼 真的是很辣耶 還在回味第二套 換一點可愛的好了 真的是很多夏天的顏色耶 我就是今天幫你換不同顏色 像這個我覺得也不錯 穿這個感覺可以跑步 欸它剛好一套耶 欸它是裙子耶 特別喜歡裙子是不是 這可以打網球嘛 可以換 那種回歸一下 運動休閒的感覺是不是 等一下要試一下 好 你搭搭看 可以嗎 跟前面兩套都不同風格 但我真的是特愛就選了 不要再回味第二套了 捨不得你脫下啦 我們已經再去第三套了 一 二 三 哇賽 這個也很貼耶 跟我想的休閒好像不太一樣耶 就是既休閒又可愛啊 真的 集於一生耶 你看你想要多種風格的女朋友 一套 一套都有耶 而且它這邊還有一個小心機耶 還有一個小開叉 還有一個小開叉 女生翹腳的時候 或者說拍照都這樣 你有沒有很想要那個開叉的 越開越上面越開 而且感覺你換這個比較快喔 因為它這個就是懶人穿搭 也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拉鍊什麼 它就套上去啊 而且我還有發現它一個小心機 就它這個手瘦的部分 它就是可以遮這個白白熊蝴蝶袖 它就可以很顯瘦耶 有沒有 妳很需要 沒有啦 我說妳有一點需要 我哪裡有需要 最近手可能動得太少了 我都沒嫌棄你了 你還是在那邊嫌 你很棒啦 怎麼樣 你給這一套幾分 這套我願封它為 性感可愛戰袍 又是戰袍了是不是 對對對 又是戰袍了 可以可以 這一套感覺就是我平常出門就會穿的那一種 讚 我再幫你挑下一套 第四套 你這邊就比較鞋子 對於第四套啊 目前有想法嗎 我現在覺得像前兩套的那一種我還滿喜歡的 所以我在想還有沒有類似的 這邊比較小清新 已經沒有你想要的啦 你想要你自己想要什麼 你自己磨福利是什麼 我看它好像還有二樓對不對 有 有二樓 那不然我們去二樓看一下 正宗系列看一下 怎麼樣 這個感覺不錯 你要不要試一下 這感覺是公主 俗女的那種 可以保留一下 喔 我看到了這個好 這麼快 這一排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什麼 我們今天是實裝好不好 是實裝 出門可以穿的 出門你敢穿你也可以穿的 沒有啦 我也不會想要你這樣穿的 你是不是有這件啊 這件你也有 唉唷 這件性感耶 欸你好像沒有穿過這種 又是這種小背心 景色小背心嗎 這個我覺得不錯 欸 你試試看 這麼快速 這個我覺得就是 俗女 又帶一點點 別性感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設計是你沒有的 它這種就偏比較成熟一點點嗎 然後你看再配這個 稍微深一點的 會讓你比較穩重 就沒那麼可愛了 你挑這件上衣的時候 就沒有再可愛的 不要硬講可愛 就是想像性感 因為你臉很可愛嘛 然後再配一個這個微性感 然後又不要好像說 就只有性感 然後就下面就穩重一點 就上面露得比較多 所以下面把它包起來這樣子 就是微微的露這樣可以 對… 要慢慢的 慢慢的 一點一點的 快一點 快一點啊 好 已經有點累了啊 那那邊有位子 你要不要去那邊休息一下 好 我先坐一下 OK好 好了是嗎 沒錯 好 好 有 這件換比較久一點喔 你要有心理準備喔 你的小心臟 我怕你會受不了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嗎 我出來了喔 好 來… 這件不是很淑女嗎 一…二…三 哇喔 有沒有 哇塞 這個很不一樣耶 我們剛才以為下半身比較保守 以為它就是一件普通的這個藏褲 結果沒有 我剛才試穿的時候 就想說 這個耶 太性感了吧 而且你看這個 你走路的時候 落影落線嘛 但是你坐下來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 不得了耶 他旁邊設計這個拉鍊在這邊 所以 你這邊整個很平坦 可以遮小褲啊 就不會這樣凸凸的對不對 這個意外的 蠻性感的喔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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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塊啊 等一下18歲以下先暫停啊 以我的多年的經驗 約會的時候 你想幹嘛 如果來個擁抱 然後各位看 我們這個是全部人都可以看的頻道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我只是說 這我覺得是一個小優點 是沒錯啦 就對男朋友說 脫掉滿快的 速度很快 很快 我覺得這個地方很可以耶 它這邊很貼 你就不會怕腹乳 就是有些人穿背心 最怕就是 你這樣動一動動一動之後 就擠出腹乳來了 那它這樣子包得很緊的話 就不會怕這種很尷尬的場景 打折的這個設計的話呢 就會看起來比較瘦 我覺得很喜歡 這個開叉 感覺去海邊也是可以啊 男生剛開始又會想說 啊這件 喔 嗯 滿淑女的吧 然後怎麼知道風一吹 哇 得了了 又是小背心是不是 其實最近也看到很多那種上班族 就是那種深藏不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你決定上班族會這樣穿嗎 這種是有種氣勢 有氣勢的感覺 西裝外套搭上去 真的很美麗 哎呦 好像 深藏不露就是這樣子的 OK嗎 這個 哇啊 要穿不穿的耶 這個就比較像那種上班族 OL的一點 這種西裝外套 我覺得就是 現在不是韓國 最流行的 有點小墊墊的感覺 如果我的 女主管是穿這樣子 真的是 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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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西裝外套 它雖然是白色 它不但它不會透耶 給光照一下 哎真的耶 完全不透 而且也不容易揍的材質 然後它這邊是有做一個 就是按扣 就如果你今天 不要這樣打開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這樣扣起來 示範給大家看 這樣扣起來 然後它這邊有繩子 是可以把它拆開的 這等於說 一件西裝外套可以多種搭工 可能就是另外一種風格 哦 然後它這個 內衣 我就說有墊就有差 然後這個背心有墊 對啊 對 它這裡面是有做的胸墊 所以像比較 歐美的 可能就可以不穿那衣 直接單穿這個小背心 如果你搭個牛仔的感覺不錯 像你下班的話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 就不用換衣服 就一套到底 對啊 一個小外套 那這件我覺得不錯 比較cash的一點 對 這樣就比較休閒的感覺 嗯 這種感覺也是我 然後又有點鬥意 哇 我喜歡 而且這個套裝我覺得真酷 它就是不是重貞 它不會到非常包 它就是有點微微鬆鬆的 這樣下去 就看起來帶子比較細 對不對 有點小白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今天就是套 最後一套 各位 第二套 你要持續這個氣勢 我剛才其實已經看到一套 我覺得不錯了 這一套 最近我在看韓劇 然後我就發現這一套很像那種 千金小姐 其實有 這種就是女生 那種小香風 其實我比較少這種小香風 根本就沒有吧 對 好像沒有 真的是沒有 想說你要不要直接試試看這一套 我覺得還不錯 它有兩個顏色 你覺得哪一個顏色比較好 我覺得哪一個比較適合我呢 我覺得兩個都不錯耶 那如果也要選一個 你知道嗎 還是粉色好了 粉色 來來來 最後一套 哇 千金大小姐就是你 跟我想的差不多啦 真的齁 真的 而且這個我覺得很有質感 你說這個扣子的部分嗎 我覺得我挑得很好的 我那時候看就覺得這個很有質感 這個包扣的設計就感覺好像 貴氣就上來了對不對 這是狗袋嗎 對 它這個是做夾口袋設計 沒有 真的狗袋 就做那個層次感 多層次就是層次比較多一點 而且你看又露腰的 而且這個腰圍很剛好 長度也很剛好 而且我剛才你拿給我說 我以為它是裙子 它不是裙子嗎 它是褲子 對 它其實是褲子 所以就不用怕走光 對 因為我身高高最怕就是穿這種短裙的時候 就是一下就 彎腰一下就曝光了 對 這個褲子就不用擔心了 完全不用怕 不錯 對啊 而且它這個後面是有做伸縮的 就不用怕說 就是穿不下 吃飽飯之後還是穿得下 就是這邊的袖子 短袖 讓你就是 迴避鞋又變色 就是因為你今天的衣服都是 偏無袖的 對 無袖 褲子也是有做口袋的 嗯 不錯 我覺得用口袋就是方便 而且我今天還有最後一點 我今天要為我自己謀福利 因為今天的衣服不是都你挑的嗎 對 既然今天是你要付錢對不對 我應該可以戴 要一雙鞋子吧 這個鞋子我覺得蠻好看的啊 嗯 你看它這個是 這個是羅馬 羅馬鞋那種 綁帶設計 現在穿到我的鞋子 腳上你可能看不清楚 但是這種 它這個跟 是粗跟的 就是很多女生就是穿細跟 就會不好走 但它是粗跟的話就很穩 你懂嗎 然後它這個炫頭 它是做方形設計 因為肩頭會有一種 沒有那麼休閒的感覺對不對 會比較正式一點 對 會有點正式 然後氣勢太強 但如果做方形這種炫頭的話 就穿起來比較舒適 而且看起來比較休閒一點 很舒服的材質 它這個發泡很舒服耶 我以為它是會很硬 我先問一下價位 我再考慮一下 我用考慮價位了啦 好穿又好看的鞋子 直接購入 OK 對不對 你看今天 這 這個配這個氣質小姐姐的衣服很搭啊 怎麼樣 請幫 請幫拿出來了 請問說六套的 現在又加鞋子的 怎麼樣 等一下會不會關關就關一下說 有包包耶 有可能喔 有可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已經挑完六件了 那我覺得這結尾的時候 我先來講一下 我覺得我新增的第一名 我的第一名就是 第一套啦 男生喔 在約會的時候 會非常喜歡 就是大家可愛 又帶點小性感 你想要就是 可愛的女生喔 但是 又有這種性感的元素在你約會 沒錯 那個男生在下面留言 是不是 這一種東西會 提起你一點點喝 男性賀龍嗎 興趣好不好 我的第一名 必須就是第二套啦 這這套我覺得也不錯 我其實真的很喜歡這第二套 因為我覺得這牛仔褲真的太厲害了 但是我所有 加一面牛仔褲都比不上這一件 很翹 真的 很翹 然後又很 很先退場 然後那個長度又完 就是剛剛好 曲線就非常S型 對 然後又加上這個紫色 就是溫柔的顏色 當然還是再三強調啦 就是這一件 盡量啦 對啊 跟我出去的時候再穿就好 好不好 OK 好好好 但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說 今天的這六套 你們覺得那一套是最好看的 你們最喜歡的 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AIRSPACE來逛一逛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結束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 訂閱 訂閱 頻道 ар 坐